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日常养生课堂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种降血糖的良方 那就是苹果 经常吃不但能够降血压 而且还会有三个好处找上你 一,强化骨骼 苹果中含有的物质可以强化我们身体骨骼中的膨和蒙 这样就可以有效的防止身体中的钙质流失 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平时的时候多吃一些苹果 还可以预防骨质疏松 二,美容养颜还抗衰老 苹果中含有大量的狐皮素 经常吃能够提高身体细胞的抗氧化能力 不但能够让大脑越来越清醒 而且还能让我们的皮肤越来越有弹性 三,降低身体血压预防中风 苹果中含有大量的甲元素 能够与体内多余的钠元素相互结合 并且排出体外从而降低血压 而且甲元素还能够保护血管 让身体更健康 美好生活,健康与您同在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 胡宫鹰随处可见 尤其是农村 很多人都会挖它煲汤或者是蘸酱吃 不仅如此 蒲公英还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 养生效果也非常好 蒲公英有清热解毒 去火、消炎、抗菌 饱钙利胆 增强血管通透性 护卫助消化的作用 蒲公英虽好 但是有三种人不能用 第一,寒性体质 阴寒症的人 寒性体质是指 不经常喝水 但不会觉得口渴 经常觉得虚弱 而且容易疲劳 阴寒症的人 体内阴气过剩 身体功能低下 而且容易怕冷 手脚冰凉 如果使用性寒的蒲公英 病情不仅不能够得到好转 反而会有副作用 而且身体体质也会变差 二,长时间生病的人 因为长时间生病的人身体比较虚弱 所以要好好地养护 呵护身体的阳气 但是蒲公英是寒性的 又能够伤阳气 所以长时间生病的人 最好就不要用了 三,对蒲公英过敏的人 一般对蒲公英过敏的人很少 如果用蒲公英泡水喝 出现骚痒的情况 说明你可能对蒲公英过敏 就不要继续喝了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 高血压现在是一种高发病 很多人都要依靠药物来防治它 其实在中医上 是可以通过穴位按摩 达到降血压的效果的 今天木子就给大家推荐两个穴位 第一个天柱穴 天柱穴是在脖子的后面 脖子后面有一个凸起的肌肉 这个肌肉外侧的凹陷处就是了 我们可以用拇指分别的按压两侧的穴位 每次按三到五分钟 天柱穴属于足太阳膀胱经 那经常按摩具有舒静去风 泄热开窍 凝身止痛的作用 能够有效的帮助高血压患者平稳血压 第二个人影穴 人影穴是在喉结的两边 距离喉结1.5寸的地方 大约就是两个手指宽的地方 那按摩这个穴位可以用食指和中指 同时的按揉 按揉时不要太用力 一般按三分钟就可以 那长按这个穴位可以使高血压的人 血压降低 血压低的人血压增高 对血压呢有双向调节的作用 平时我们没事的时候 就可以呢多按按这两个穴位 可以啊帮助我们远离高血压的困扰 我们都知道呢 吸烟不仅对自己的身体健康有害 对身边的人也有很大的危害 那很多人呢经常尝试戒烟 但是到最后啊都以失败告终 我们经常听说戒烟要有意志力 但是又有多少人真正的有意志力呢 其实呢戒烟要有正确的方法 那下面呢就给大家说几个戒烟的小窍门 大家呢不妨试一试 第一可以啊用替代品来代替香烟 想要一下子改变抽烟的习惯 肯定呢是不可能的 那我们就要呢循序渐进的 逐渐的减少抽烟的次数 最好啊能找到替代品 比如啊当你想抽烟的时候 可以啊喝喝茶 吃点瓜子 水果或者呢是嚼口香糖等等 第二 多找事情做 不要让自己呢闲下来 那经常抽烟的人 一有时间啊就想抽一根 很多时候呢都不受控制 很多人呢也因此成为习惯 但是啊在戒烟期间 就要呢自己多找一些事情做 当时间空下来的时候 不妨啊去健身房运动运动 不要让自己呢太闲 这样自然而然的就不想抽烟了 那第三就是呢中医的血位戒烟法 在列区学和阳西学之间的终点处呢 有一个甜美学 用拇指用力的揉 这里的时候呢会有明显的压痛感 那当我们想要抽烟的时候啊 就用大拇指来掐揉这个血位 30到50次 这是因为啊这个血位 可以破坏吸烟产生的愉悦感 使你呢产生口渴 口苦头晕的症状 对香烟产生厌恶的感觉 让你啊不再想抽烟 那这个方法啊适合所有的吸烟者 但效果呢也要因人而异 要长期坚持哦 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 那你们还有更好的戒烟方法吗 希望各位烟民啊早日戒烟成功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